價錢和之前有沒有調整過呢? 價錢大家一會看看,我們一向都時價推幣 當然我們和過去的期數都相約 大家細心一點看就會看到 剛剛都提到一些回贈,初生應然不想吩咐 回贈 total 和今次加起來有多少? 我們沒有特別去加起來,因為每個人的調整都不是很相同 所以要仔細一點看每個人本身是哪一類型的客人 我們才會幫你計算得到 那回贈最多是多少? 最多回贈,跟過往都差不多 有些有1000元,2000元,5000元,以致 所以我不能盡量,待會要看價單 跟過往都相對 那樓價補償是不是所有單位都適合? 是,所有單位,所有單位都適合 剛才提到的價錢是結實的,已經扣了最高回贈? 是的,這個純粹是折扣,跟過往一樣 這個純粹是最高折扣 另外就是剛才所說的現金回贈 就是另外一些優惠,過往的技術都有 這位純粹是最高折扣的 是有十足的信心 事實上,現在樓市利淡的因素都漸漸地退却 明年是美國的大選年 我相信利息很大機會都會見頂,跟著是回落的 而政府呢,我們今年以來呢 對這個吸引人才是反應非常之熱烈的 以我所知,頭九個月已經批出了超過十萬宗 是上一年的兩倍半已經 短期之內呢,我相信會見到租務市場是非常之有利的 事實上呢,我們今年以來呢 那個租金的指數呢 已經是上升了8%的了 這個是對買家的那個 無論是自用啦,投資啦 信心呢,是增加不少的 那我相信呢,明年的那個 成交呢,會比今年的活躍 樓價呢,也都會是平穩,向好的 跟著我想講講那個 你們較早前呢 就報告那個 負資產的數字 事實上呢 負資產數字呢 僅僅是代表樓價短期的波動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就是呢 拖延的情況呢 並不嚴重的 而香港目前呢 就業情況是非常之理想 以我所知呢 銀行那個 現時的情況呢 就是它的那個 供款呢 絕對是沒有問題的 好,謝謝 我們今天呢 剛剛就已經發出第二四號假單了 我們呢,今個下午 兩點將會正式開放 我們的示範單位 和收入住處 收票方面 我們安排在今個星期六 正式會開始收票 至於融後的銷售安排 會不會再加推融後 再跟大家報告呢 今次一座單位佔了多少貨呢 一座單位佔了90貨 即是 只有三貨 對 這樣就很清楚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